大家好 欢迎收看视野环球财经 现在是美东时间 20年11月19号周四晚上的7点20分 那么今天咱们首先来聊一下 关于挪威航空破产的消息 它对于目前在美国上市的 其他的一些航空公司来讲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 有什么前车之鉴呢 同时来说一下 关于今天在旁后 刚刚其实发出来不久的一则消息 关于财政部部长努清这边 要求美联储归还4000亿的 没有用完的援助计划的资金 这个对于市场造成了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利空 目前看起来 旗子这边是纷纷跳水 咱们来聊聊 目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挪威航空的消息 挪威航空并不是在美国的 主板上市的公司 那么为什么要说它呢 因为航空公司 其实有相同的一些内在的一些逻辑 现在咱们看到 包括在美股上市的很多的 美国的本土航空公司 其实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那么挪威航空是怎么样一步步走上破产的呢 今年大家知道 疫情以来 我们看到挪威航空实际上从股价 大家看一看 这个股价在去年的同期 2019年的11月份的时候 最高的股价还到过41块钱 对吧 41 42块钱 那么现在它值多少钱呢 那么今天截止到目前为止 它值4毛钱 大家可以想一想它跌了多少 从40块钱跌到了4毛钱 那么挪威航空这边呢 实际上也是受到了疫情的一个影响 那么之前由于比较多的一些债务 再加上没有太多的现金收入 同时由于封锁 它有很多飞往美国的 包括纽约 释加哥洛杉矶波士顿的这些 这个航线全部都停了 大家都知道 它呢也算是 这个当时的跨大西洋航空里边 非常大的一家廉价航空的 这个航空公司了 所以呢其实规模上它并不小 而且成立的时间也比较的早了 90年代就成立到现在 那么它之前今年3月份 挪威政府曾经是给了它一些援助的 当时是给了它6.6亿美金 那么后来到了8月份的时候 挪威航空这边表示说这个不够 他们还会想拿更多的援助 然后只有拿更多的援助 才能够在未来的18个月中 幸存下来 大家要记得这个数字 未来的18个月 当时8月份说的 那么实际上它把预算打得很满 打到了未来的一年半 但是我们看到11月9号的时候 挪威政府说不再向航空公司 提供任何的经济援助 也就是说政府这边不救了 尽管你很大 尽管你很重要 但是你并非是大而不能倒 所以挪威政府宣布不再救助 意味着什么 它没有办法拿到更多的援助资金 渡过不了这个难关 现金不够 现在在昨天 就是已经开始 已经正式的申请了破产保护 目前公司还在继续运营 寻求更多的重组 但重组之后 至少还需要6个月的时间 才能够看出来 到底它的整个债务怎么样去解决 但是它的股价 作为投资人来讲 那么你想想 从40块钱跌到了4毛钱 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我说挪威航空破产的案例 是为了告诉大家 目前你如果投资的是航空公司 美国上市的航空公司航空企业 不管是美国航空 达美西南 还是其他的航空公司也好 你一定要去看它的现金状况 现在我给大家大概说一下 目前在这几家较大的 美国的航空公司里边 通过他们的现金运营状况来看 还能支撑大概是6个月到一年 这是我指的是在目前的情况下 就是疫情都不改善 营收不太增长的情况下 按照过去几个季度 每个季度花的现金流的状况 大概是能有6个月到一年 但这个并没有包括即将到期的一些 短期债务 这个现在指的是正常的一个开销支出 如果有更多的短期债务到期 没有办法去展期 没有办法去获得更多的抵押融资 可能就会面临这样同样的问题 所以这让大家去看的就是 航空公司现在最重要的 能够让他们活过来的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疫苗尽早出来 能够让他们的营收能够好 开始增长 至少能够慢慢的实现接近于营收平衡 尽管接收这个营收平衡 想要去达到不容易 至少还需要一年的时间 但是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你千万要记住 即便你去做这些航空公司也好 做这些 这种受益性影响较大的股票也好 你要考虑到它可能的破产可能性 不是说大公司就不会破产的 历史上在美国 大公司破产的案例太多了 并不是说它完全受到政府保护 一定不能破产 不是这样的 东西航空也很大 照样破产 昨天破产了 这个是一个鲜活的案例摆在面前 所以一切的一切 大家无论你是对航空公司的未来 有信心也好 认为现在它的价格很低也好 对吧 我也说过 你如果这个地方它能熬过去 在未来一年的时间 航空公司这边 其实它能够股价翻个倍 或者涨个50% 80%的 其实不是什么难事 但在这之前 谁知道它扛不扛了过去呢 疫苗现在说 4月份可能才能够大规模的使用 所有人都能用上 到现在至少还有半年 这半年时间里边 如果没有更多的援助计划 它们扛不扛的过去 如果疫苗万一再出了 什么样的别的披露 或者由于最后投放 或者运输 或者在分发注射的时候 有别的一些问题 谁知道会不会出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告诉大家 如果你做的是两种思考方式 一个就是做波段 对不对 你做波段的话 风险不是那么高 稍微的话 你能够打短打快的话也可以 第二个就是你的仓位 千万不要去重仓赌博 赌这些航空公司 或者是邮轮公司 怎么样怎么样 不要把信心 就是说提了那么的足 一定会怎么样 千万不要这样 我们说市场中 投资最重要的是什么 要保护你的本金 哪怕你只有1%的可能性 遭遇到黑天鹅 你也不应该赌上 你所有100%的资金 你只要碰上一次 你可能以前的所有的这种努力 都付诸东流了 大家要知道 投资是一个长跑 投资不是比谁短线跑的快 好吧 一定要比耐心比长跑 希望大家还是应该去控制你的风险和仓位 特别是目前整体股市虽然在节节攀升 但是不得不否认的是 它就是现在在高位 股市就是在高位 随时存在着有往下大幅回调的一个风险 大家要注意了 好吧 这是我带给大家的一个非常小的一则消息 大家也提供给大家提个醒 通过挪威航空这件事 好 说完这个之后 要说一下今天的其他的几个消息了 首先我们好久没有说美联储了 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了 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截止到11月10号的这一周 我们看到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的曲线 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 所以最近其实我们看到 股市在慢慢的上行 慢慢的一直掉下去有人脱底 因为美联储这边它没有撒手 它整个的投放的规模 它没有减少 所以它的资产负债表在不断的扩大 不断的增长 快速的增长 它也暂时没有缩表的计划 对不对 但是你看到 它其实这个曲线就跟股市一样 股市在创新高 它的资产负债表也在创新高 那么我们就要知道了 什么时候美联储这边 如果但凡有一点点要缩表的意图 或者是缩表的意味 甚至在我们在市场上 就去查看它的曲线 发现它的曲线在下降 代表它虽然可能没说 但是真实的也在做 那么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这个市场 可能就有点扛不住 今年的牛是怎么来的 相信大家不用说都知道 对吧 美联储功不可没 美联储绝对是这里边的老大 美联储今年给大家送钱来了 所以大金主他在 咱们就哄着他玩 对吧 他也哄着咱们玩 咱们看着就行了 但如果他不在了 那么咱们要知道 这个市场确实按照现在的 基本面的状况 确实是难以为继 这种所谓的这种高位 咱们只能去期望美联储 继续能够扩大购买规模 同时财政计划这边能够给出一些 相应的更多的救助 让大家有钱生活 有钱炒股 有钱投资 对吧 这是一个美好的祝愿 但是股市我们知道 这场大戏终有一天会终结的 它不可能要按照这种方式 无厘头的这么一直涨下去 这是不可能的 它中间一定会经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因为美联储也不可能 永远就是这么不断的放水放水放水 不可能 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大家的 那么关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 关注它的整个的曲线问题 那么说到这 就必须还得要提到一个事情了 就是基本面上 大家看一下今天公布的 美国初勤的失业的状况 美国初勤失业的状况 我们看到初勤失业金人数 是比预期要高的 也比前职也要高的 这不是一个好迹象 初勤失业的人数在增加 第二个是 好迹象是 续勤失业金的人数 比预期的要低一些 比前职也要低一些 说明什么呢 说明有更多的新的失业在冒出来 那么之前失业的有一些人 他转成了永久失业 有部分的可能回到的工作岗位 但是降幅并不大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初勤失业的人开始多起来 这里边引申出来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大家知道 现在美国 我们说这一次的救济 失业金救济的情况 我说一个大的情况 大方向是多数的州 救济失业是领26周 对不对 然后如果你加上 这次的关怀法案里边 有一些紧急援助的 相应的一些计划 最多是不是可以领39周 那么这些失业的人 如果你三月份失业 大家可以算一算 39周 是不是最晚 大概就是12月底就到期了 如果现在没有新的救助法案 也没有新的这种补贴法案 那救助拿不到了 日子就难过了 日子一难过 消费就不忘 对吧 社会更加动荡 这个都是对于12月来讲 是一个不太妙的信号 当然现在还有机会 干嘛呢 重启谈判 把现在目前的状况 就是这种急需救助的状况 这个救助政策赶紧推出来 把更多的法案赶紧推出来 让大家能够拿钱过日子 但是现在总统选举还选着呢 官司还在打着呢 两党之间现在明显还在扯皮呢 有这么快吗 没有 所以这个又说明了 12月份还是有点悬的 12月份 我觉得还是整体市场的信心 会稍微打点折扣 再加上今天盘后 我们看到市场放出了一则 什么样的消息 鲁钦这边财政部长鲁钦说 拒绝延长美联储这边的紧急援助的 贷款计划 拒绝 要求美联储归还 三月份大规模疫情救助中尚未动用的4000多亿的资金 这4000多亿本来是用来干嘛的呢 这个本来是用来美联储用来做紧急贷款使用的 它是给企业非盈利机构还有地方政府的一些紧急贷款 他本来是干这个用的 但是现在鲁钦要求你还回来 我不给你延长时间了 你没用完就没用完 12月底到期了 我都要拿走 这个其实背后 咱们不得不说 这里边也有各种各样的博弈 你要说完全没有政治的博弈也不可能 总之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那么这个钱本来放到美联储这边也是用 对吧 但是国会这边他也拿回去 他也给了理由 他说我们拿的这个钱 我们是用于给更多的刺激经济的一些计划 但是主动权从美联储这边交回到了国会这边 所以他现在把钱要回去 其实今天我们看到在谈后的时候 美联储有一些官员在说话的时候 谈到这则消息 谈到鲁钦的说话表现得非常惊讶 说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是一个措手不及 那么市场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咱们看到市场在出来之后 我们看一看整体的期货走势的状况 Russell 2000今天6点钟 起始开盘对不对 直接跌了0.9% 然后标普500开盘之后跌了0.65% 今天现在跌的位置 目前的位置 目前咱们现在还是周四的晚上 今天开盘就可以影响到周五的盘面 所以你看到现在的位置已经是低于标普 低于昨天开盘价了 低于今天周四的开盘价了 就相当于现在的期质 晚间的期质已经是低于开盘价了 今天是白涨的 相当于指数这边 然后纳指这边最好最稳定 对吧 那么现在虽然微跌0.27% 但还好守住了在今天周四的时候的 目前的开盘价位置 道指这边看看 道指这边最惨 道指这边现在的期值已经是运行到了 在今天周四收盘价的低点位置 对吧 它还更低了 而且最低的下引线部分已经是打到什么地方了 已经是打穿了在今天创下的低点 所以这个消息还是很有杀伤力的 期货市场一顿跳水 对吧 所以今天我们说现在晚间到明天周五的时候 市场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市场会不会过分解读 比方说现在还有什么呢 现在大家知道有的周是有部分经济封锁的状况吧 有晚上有实行宵禁的状况吧 还有像学校有停课的状况吧 这些东西加上叠加着刚才说的 现在目前总统选举又悬而未决 加上刚才说的12月份 现在的很多失业金又要到期了 其实这段时间真的是有点这种风声鹤唳 指数还在高位 回调我们说可以对吧 现在回调也正常 回调到支撑位没有问题 但是还是说步子不能卖的太大了 你每天平缓一点对吧 回调回调 涨一涨调一调 把这个地方好好的夯实一下 把支撑的位置好好做一下 然后往上继续攀升去达到之前 大家认为还能够继续上涨的 到明年年初的涨幅 到了明年二三月份三四月份的时候 你可能再跌 那个还比较合理 你要现在圣诞节期间 直接就给你一下子给你砸下来了 而且这个说实话就是有点暴力了 咱们昨天说过一个问题 这个狼没走 对不对 华尔街之狼 狼都没有走 就盯在这吃肉 所以我只能提醒大家 控制一下你的仓位 现在很多朋友会问说 你这个仓位到底应该怎么控制 现在要多少仓位是合理的呢 传统的你要是满仓100%来计算的话 你的股票的满打满算的仓位 是60%对不对 机构的建议是60%的股 40%的债 对不对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长线的持股的思路 但是现在你60%的持股 你觉得高吗 我觉得个人觉得挺高的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位置 除非你是早早就进去了 拿着利润再跑无所谓 所以如果你现在进去准备拿60%的股票 有点高 实话实说有点高 反正我个人现在是总共的持仓 还是这几只 还是这四只股票 然后总共持仓不到35% 一共是下来 四只股票 对吧 正股 期权不算 期权很多是短期可变化可变动的 这个指的是持股的 好吧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也好好的去合理 安排一下你的仓位 不要过度的自信 因为现在这个信息 特别是两党的选举的争执 争议不下 还有各种各样的反反复复 咱们尽量做到顺势而为 跟着市场来走 然后不要因为一把 去赌一把赌胜负赌输赢 没有必要的 股市还长 咱们做节目时间也很长 对吧 慢慢跟大家聊 咱们一起慢慢的就走 慢慢在市场里面挣钱 这多好 好吗 好 今天说一下 我把视频的画面 我调的更大了一些 我不知道大家这样看起来 是不是看得更清楚 因为很多朋友说看不清点位 看不清画面等等这些东西 今天给大家重新把它调大了一些 我希望这种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希望大家能够给点反馈 在评论区的告诉我一下 是不是这样你会看得更清楚 好 谢谢大家 好 这个就是今天咱们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点赞 转发支持 谢谢 咱们就明天的盘后再见 谢谢